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此地远离战活并催生出完善的格局和无限动力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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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夏天 景德镇闷热潮湿 今天 李一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仍然兴奋不已 景德镇做一个市政工程就在林行道上挖一条沟 我们刘老师突然发现那里有一堆特殊的堆积 窑子的堆积一般都是什么 都是工业垃圾 他是看到这个窑子跟一般窑子不一样 当年啊 纯粹是池片的堆积 当时就组织我们一起把那堆东西採集出来 当年啊 当年啊 当年这个点就是出土堆积最后的一片 出土堆积 从这儿一直到这个东西里 这里大概有个十几米 这十几米的堆积都非常厚 当年发现这个现象呢 就是使人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 刘新元 景德镇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 他的许多发现和研究成果 奠定了今天景德镇陶瓷考古的基础 当年刘新元就在以珠珊为核心的方圆数平方公里内 发现了大量碎子片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碎片与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完全同目 他们制作精良 即便沉埋泥土多年 但那种精致艳丽的色彩依然光彩多目 这是什么地方 名为珠珊的小九陵 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提升到半空中 就发现这个位置非常特殊 景德镇四面缓山地势平坦 唯有珠珊在镇区内拔地而起 在他四处环绕着马鞍山 五龙山 阳府山 金羽山和雷宫山 呈现五龙献珠的格局 从风水上来讲 这个地方是金羽根的祖山 祖山 居高岭下 避免了昌江 周期性的水患 即便今天 这里也是毫无争议的黄金地段 拥有如此不凡气象 在古代似乎注定是一个重要所在 免狱八旬的方金峰 自到既事起 便生活在珠珊路附近的老龙堂里 对于这里的一草一木了然于凶 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朱珊路发现那些神秘的瓷片之后 奇怪的事情便开始了 每只夜深 他经常听到一种奇怪声响 这些动静似乎近在咫尺 又远在千里之外 仔细琢磨后 老人意识到 声音来自房屋的下面 除了这些奇怪声响 附近的街道也悄然发生变化 一些陌生面孔 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珠珊路附近 他们以高家租下附近房子 却终日闭门 直到多年以后 当地人才知道 那些陌生人将房子租下后 在地下挖掘出一条条蜿蜒地道 这些地道的尽头全部通往珠山 他们的目标是地下的碎瓷片 那些瓷片到底是有什么价值 促使这些人大费主张 铁而走险 通向珠山的地道 事实上则向景德镇最深处的奥秘 这些珠土于珠山下 覆盖明黄色 珠红色的瓷片 有的画着五爪龙 有的画着精美五彩和青花 并留有皇家敌款 一切证据显示 这是中国皇家御瑶厂 御瑶厂 号称紫禁城外的皇家造办处 是明清两代 专门制造宫廷用词的皇家机构 景德镇御瑶厂 是中国历史上 稍造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 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磁场 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279年 元氏族忽必烈 最早在景德镇设浮粮瓷局 负责为皇家建造御用词 公元1368年 朱远璋将浮粮瓷局改为陶厂 在清康熙年间 最终改称御瑶厂 我搞了几十年的工作了 到今天还不知道 景德镇 御瑶厂和其他民间磁场的生产 真实的一目一时的 结果还不够 御瑶厂是中国历史上 磁器工艺的极大成者 它拥有密不外宣的工艺 独一无二的组织结构 和运作方式 成为远离皇城 孤险南方的皇家机构 从某种意义而言 这里出土的瓷器 启动了十八世纪 在西方掀起的中国热潮 有人说 没有御瑶厂就没有景德镇 这句话似乎言过其实 但同时提示 御瑶厂和这个城市 密切相关 公元1426年 宦官张善 任职御瑶厂都逃关 但仅一年后 他便被斩首示众 原因竟然是 他将御瑶瓷器 送予同僚 即便在景德镇 御瑶厂也是一个 现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位于江西的皇家机构 究竟为景德镇 带来什么 多年来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一直对御瑶厂 进行持续发掘 试图揭开这里 更多的秘密 景德镇御瑶厂 那么保留了这个移植 在考古的发现 不断地出现的新通 那么这个就可以说 跟过境的历史 可以一个对应 将建新带领的考古人员 要将数以万计 毫无头绪的碎瓷片 拼接起来 恢复他们曾经的形状 明清两朝 有瑕疵的子气 无法进购皇家 他们被敲碎之后 买入玉瑶厂的地下 但今天 我们通过当年遗留的碎片 便能看到古代的 至此细节和程序 皇家瓷器少造 困难重重 甚至有专家认为 今天存世的皇家瓷器 如果没有在玉瑶厂 发现对应的残刺品 便值得怀疑 景德镇 在中国历史上 地位非常特殊 因为从无城墙环绕 甚至不是一座 完整意义上的 古代城市 自1004年 北宋真宗 赐名景德镇之后 皇帝便下派都陶官 在景德镇 管理陶瓷的设计 生成 并监管景德镇的税收 和瓷器专卖 这种现象 在中国曾经森严的古代 由皇帝或中央政府 直接派员 管理偏远小镇的现象 极其罕见 而这些钦差大员 前来景德镇的目标 就是这个玉瑶厂 对于景德镇 陶瓷大学的老师 张静静而言 玉瑶厂始终是个 最熟的陌生名字 这道围墙 不仅阻隔皇家紫器 外流民间 也阻隔了世人 好奇的目光 景德镇是 中国陶瓷艺术的 可以是一个代表的地方 为什么呢 那就它跟 明清两代的皇宫 皇家 有直接关系 是一脉相称 那些精美绝论的皇家用词 是如何生产出来呢 与江建新 从瓷片中寻找答案不同 张静静要把玉瑶厂 用模型整体复原出来 根据玉瑶厂移植的考古资料 一个从未见过的场景 正在慢慢浮现出来 一条涌道 昭示着此地的飞途翻向 在涌道四周 照壁 大门 宜门 大堂 东西园门 雅鼠 景德司鼠 庙宇等建筑 开始呈现出来 在这些建筑之后 更为壮观的大批作坊 窑坊和窑炉 也依次浮出水面 这是一座 由十几个证监 熬间 和泥坊等单体建筑 组合成的庭院式结构 光阴掩埋数百年的皇家机构 玉瑶厂 顿现眼前 早班处的各有 各有组织 就搞这个设计 设计什么呀 能做纸样 画样 做木头 木头的 做出起伏的形象 所以就给出了 这个样 画样跟这个样片 交给他们 一座低矮建筑捏造成形 张静静心中却充满疑惑 这是房屋 低矮封闭 明显区别于其他开放式结构建筑 根据考古资料 其周围没有出土任何制陶工具 他既不是智子工坊 也不是管理机构 这是什么用途 陈庆发 是景的镇制作 转心瓶的手艺人 转心瓶 通过子母 笋帽结构 把内外瓶 结合在一起 一般情况下 外瓶或套瓶 多有镂空 内瓶则会有各种内容的 开光图案 在转动时 可通过镂空 欣赏到内瓶上的 精彩画面 在故宫历史上 多处都曾保存过转心瓶 走进皇家 对这种器物的青睐 转心瓶制作工艺复杂 即便今天的景的镇 能完全掌握这种瓷器的人 也并不多见 积累多年经验的陈庆发 也常常失守 在商业社会 制作这类瓷器 是一种冒险 每次食物 都将带来 不小的经济损失 今天的陈师傅 也许没想到 如果时间倒流数百年 玉瑶厂工匠 如果在智慈上 出现严重失误 便会招来恨祸 他们将会被送到这个封闭的屋子里 等候处置 这 就是设在玉瑶厂内的监狱 监狱是一个执法机构 作为普通致辞人的张静静 当然无法料到 一个瓷器厂内 竟然有监狱机构 然而 这个现象 令对景德镇 复杂的历史研究 别开了生命 至此厂内设置监狱系统 这是皇家玉瑶厂的独特之处 这种强力机构的设置 令玉瑶厂 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 具备独立司法能力 更令玉瑶厂所在地景德镇 一个偏僻小镇 拥有超乎寻常的政治影响力 这里的政治观点 不再经过官僚系统层层传递 而是通过玉瑶厂 连接皇宫大内直达玉前 以卓越手工业营的地位 进而长期影响最高统治者 景德镇偏远但不边缘 其政治影响数百年来从未见断 每个伟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 紫禁城是北京城的灵魂 整个城市的布局 以紫禁城为核心来规划 而景德镇的城市布局 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孤立 它因为陶瓷产业而生 正对窑口则是这个产业的灵魂 整个城市在历史上 围绕着窑口的间隙而摆动 直到玉瑶厂出现 景德镇的城市歌曲 才最终稳定了下来 明代因为有了官邀 所以它就要专业化了 一旦专业化以后 它的工厂就开始变大了 开始变大就需要大量的工人 其实中国和它是一个相处中国 人口众多 向来不少的地域都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地少人多 所以景德镇一旦繁荣起来 就吸引了周边的农民 大型瓷器 即便在今天的景德镇 也是非常难以烧制 但早在400年前的公元1599年 景德镇玉瑶厂 却接到为紫禁城 烧制大龙缸的要求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攀香被皇帝派往江西担任矿石 同时监理景德镇摇雾 最早的独妖官是太监 那是皇帝身边的人亲自来独妖 我来问你 皇上所有之瓷器 你可就弄好了 大人 这时间紧 小人真的抓不起来啊大人 对皇家工作 柔异于危险并测 幻官攀香 将龙缸烧制失败的缘因 归咎于工匠的怠慢 他们于是被关入监狱 这个现象解释 人们对于瓷器 这种古代的奢侈品 是多么重视 工匠们依附国家开办的手工作坊 被限制人身自由 可以定期领取月亮 劳动还能免除其家庭的负义 他们的职业世代沿袭 这种组织形式被称为降义制 降义制在中国有着古老传统 它保证了统治者 可以控制大量劳动力 从事制定的生产活动 御妖厂周围 最早的居民 便是这种妖宫 如今的景德镇 依然保留着姓氏弄堂 这便是当年不同地域工匠 合足而居的地方 这些弄堂构成了最早的居民区 然而景德镇最著名的妖宫 却不出自这里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 公元1599年深秋 三十多岁的童宾 走出这里时 是如何与家人告别 只知道他从此再没有回来 根据传说 由于大龙岗长期未能烧造成功 宦官攀香 加紧了对姚公的迫害 同兵各起刚厉 他最终纵身入伙 以此表达对暴政的反抗 同兵之死 电燃了玉瑶厂工匠 压抑的怒火 他们焚烧了厂房和官邸 不可一世的攀香 吓得知身而逃 朝廷为平息敏怨 缓和人心 罢免了攀香 督陶官职务 并赤凤同兵 为烽火先师 他们希望是通过这样的民间信仰的话 就是来安抚 就是姚公的这种 他们的这种情绪 今天 景德镇几乎所有的大摇场里 都供奉着同兵 随着景德镇此起 扩散到全球的影响力 同兵也就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姚公 解放以前的时候 那么那个靖姚神的时候 要到他的家乡 就李村去游街的 同兵路因同兵而得名 数百年的人事病患 如今 这里已难灭同家后人 但巧合的是 不远处的景德镇陶瓷大学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陶瓷学服 将历代姚公流传下来的精湛记忆 传播四方 历史总是以令人侧目的方式 演进着 权力和精湛工艺的相互交错 令玉姚厂瓷器到达巅峰 这个皇家工厂 并非简单 为紫禁城提供御用瓷器的机构 在某种意义上 他为景德镇注入了与众不同的灵魂 他不仅将景德镇的城市核心 固定在珠山附近 更一举奠定了超越地理范畴的宏大格局 李世渡码头水流平稳 江面宽阔 足以停靠大型船舶 是景德镇河运的咽喉未知 更为重要的 这是玉姚厂运输的重要港口 于是 从玉姚厂到李世渡之间的狭长地带 焕发了生机 姚主们首先 聚集在玉姚厂东西两侧 经年累月 商人们在这里两条平行街道上 冒一瓷器 为了制造和销售的便利 遥控又在两条街道之间 安插这次工坊和住宅 慢慢地 在两条主要街道之间 出现大量平行的漏堂 于是围绕玉姚厂周围满部瓷器店 而在众多瓷器店后面 则是生产不同瓷器产品的窑口 今年的雨 环绕着玉姚厂形成前殿后厂的瓷器 制销方式 而这种产销方式 最终奠定了今天 景德镇的城市格局 关窑以南的地方 是吧 就是瓷器街 瓷器街周边就是红殿 就是画陶瓷的 然后再到那个小 这到底下 到太波园那一带 它是上摇材的地方 今天我们看到 景德镇就是由无数个 前殿后厂的板块组合而成 而这些板块的核心 就是玉姚厂 以玉姚厂为核心的景德镇 此时已经初步形成 智子业成为景德镇的核心产业 而凭借金战子气 景德镇的地位得以节节攀升 历史记载 从1044年景德镇建制后的33年 景德镇的税收直接上缴给福良县 但1077年以后 景德镇的税收越过福良县 直接上缴到饶州府 其中商业税达到3337万万 这份税收几乎等于附近 德星县的税收总量 元朝时景德镇的税收又绕过柔州府 直接上缴给江浙行署 而且上缴了位居全国第99位 中央于是对景德镇实行税制单列 景德镇凭借手工业 令自己的行政规格突破传统限制 时至今日 尽管景德镇已发展出多种产业格局 但陶瓷艺术依然是这个城市 独一无二的名片 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陶瓷的代名词 有的玉瑶厂 景德镇整个生产瓷器的技术 就有很大的提升 这样的话使得景德镇就成为 从一个小的一个小镇 然后便逐渐发展成为 中国的一个尺度 假设玉瑶厂一直在严守皇家质瓷命名 周围的居民最多为它提供配套服务 景德镇质瓷水平的整体提升 根本无从可言 长此以往 再高超的技术也有可能被人们遗忘 然而在十六世纪 历史急于景德镇 一个难得的机会 明朝中期 宫廷对瓷器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玉瑶厂已经无力完成朝廷下派的大量订单 于是景德镇的历史来到一个专折点 十六世纪初的正德年间 玉瑶厂大量招募民谣匠人生产瓷器 这些招募的工匠在短期服役之后 便又回到自己的作坊 这些平方来往于玉瑶和民谣的工匠 逐渐将玉瑶至此要求带向社会 民谣的技术因此得到快速进步 这种现象在此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民间烧制技术进步 玉瑶厂开始制定民谣 烧制清线瓷器 这就是中国陶瓷史上著名的 关达民烧事件 关达民烧对于选重民谣 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那些规定虽然让窑户苦不堪言 但也迫使民谣在生产技术 和制作流程方面 进一步向玉瑶铐 而长期的玉瑶厂 把持的优质瓷土和其他原料 也开始流向人间 这个契机令民谣的质瓷工艺 与玉瑶厂逐渐看齐 关达民烧的施行 促使散落在景德镇各处的民谣 加速向玉瑶厂集中 以方便制瓷材料和成品的运输 为玉瑶厂提供各种服务的匠人 也开始聚聚在其周围 今天的厂前街 南门头 东门头和朱山路 就是玉瑶厂当年的运输要道 它的工匠就是既从民间来又到民间去 所以完全的保密是很难的 所以这也导致了景德镇的陶瓷叶 能够得到很大的发展 而且当时的民谣也是环绕着官邀建的 大量民谣环绕着玉瑶厂所在的朱山周围 同时在今天的董家雾 薛家雾 莲花岭 蔡家零以及刘家雄大量聚集 逐渐形成完善的陶瓷产业链 玉瑶厂终于开始 事实上摆布整个城市的格局 去玉瑶厂东北方向50米的弄堂里 每天早上七点 方娟老人便做好了全家的早餐 孙上崇孙 家族中已经有四代人出生在这里 这家人的祖上以至辞为生 他们居住的这条小巷叫做龙岗龙 是民间为玉瑶厂制作龙岗的地方 玉瑶厂向东两百米的彭家上龙 赵明夫妇安下万年平静生活 赵明退休前是景德镇光学集菜厂的工程师 而他的祖父曾是与自己一污之隔 刘家大瑶的智子工匠 玉瑶厂向南五百米 陈平的小餐馆迎来当天第一位客人 往来穿梭购买瓷器的人 令他的小吃店生意不错 这条叫做麻石下笼的小街 明清两代是景德镇最大的陶子交易市场 那时他有个更为贴切的名字 瓷器街 因为玉瑶它不是一个商品的生产 它可以就是说不计成本 所以它要求精以求精 它可以把各种新的工艺 拿来这里面做一个就是尝试 而且他要求就刚才讲到精英求精的话 它东西不好的话就大量 这样的话迫使就是做出高质量的瓷器 明代中后期 海外对中国瓷器趋之若鹜 但明朝实习海禁政策 景德镇瓷器只能以走私方式流通出去 龙庆年间 明朝终于重开海上贸易 景德镇瓷器立即风靡全球 谁也抵挡不住贸易收入的诱惑 城华年间 玉瑶尝四品瓷器 本来应该砸碎后就地掩埋 但却阴差阳错流向时差 虽然那些瓷器 或多或少带着瑕疵 却无法掩盖皇家光彩 一时间 官民竟是热闹非凡 这个现象迅速提高了市场的要求 为了争夺市场 民谣制此技术 也通过各种途径快速进步 景德镇 自五代而生的民谣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扩张 明朝嘉靖云间 景德镇每日拥够万余人 到城华年间一达数万 六百余座大逍遥奴 聚集在玉瑶场周围 火光初天令人夜不能寐 景德镇被时任称为四十雷电镇 难以想象 离开玉瑶场的强劲驱动 古代景德镇的繁华景象 是否存在 十七世纪末 一位名叫唐英的少年 在紫禁城服侍玉前 谁能料到 数十年后 这位出身低下的少年 竟然 彪饼实策 唐英 沈阳人 自眷公 生于公元1682年的 清康熙二十一年 他的祖上 跟随清军入关 隶属汉军正白旗 据记载 唐英的艺术才能突出 其书画作品 曾得到雍正皇帝 大家赞赏 公元1728年 唐英被雍正派往景德镇 担任督陶宝官 为皇家奸赠 唐英到达景德镇的七年后 雍正皇帝驾崩 皇帝的更换 并没有影响唐英才能的施展 此后的二十多年 他的成就 对后世影响深渊 唐英在景德镇任职近三十年的时间里 不如使命 为皇室烧造六十余万件瓷器 然而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却远不止于此 唐英在景德镇 潜心讨意 公亲指挥 他所创烧的瓷器 无论右色还是气形 均达到极高水准 被世人称为唐瑶 在景德镇都陶期间 唐英供仿古创新的陶瓷品种 达到五十七种 不仅如此 他编撰的陶叶图 更是详尽展示了 这次的全部工序 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不朽著作 公元1755年 唐英回到了自己人生的起点 金城 此时的他已经名满天下 从今天遍布全球的玉瑶厂瓷器来看 是唐英令雍前两朝瓷器 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公元1756年 横跨雍正乾隆两朝的唐英病逝 十年七十五岁 唐英此时候 官瑶开始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中国此期 在康永浅的百年盛世 即将落 到乾隆就做到盛世 那我讲国力富强 因为这使用的材料 也算是比较贵重的 国势力强 也能够当文化艺术人 发展到最高点 世界的波澜 暂时被朝廷和大山挡在井的阵外 这个城市在玉瑶厂驱动下 依然充满火力 为了找到更多的工作 大量讨工向玉瑶厂附近汇聚 随之而来的 是为制陶提供服务的各行各业 他们纷纷围绕玉瑶厂 抢占有力位置 那个时候井的阵 做陶瓷的就有十万之中 现在觉得十万人不算多 但是在那个年代 一个城市有十万人都不简单 而且十万座陶瓷的人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伸展面 这些行业几乎覆盖了 陶瓷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锦他镇最初的居民提供全面服务 围绕玉瑶厂为中心的城市布局 由此初步行程 五十四岁的冯明良 他家距离玉瑶厂不足两百米 如果时间倒退一百年 如果这些水泥建筑不复存在 站在家门口便可直接看到 玉瑶厂高高的飞檐 今天快速的城市发展 令人们忘记许多遥远故事 但祖母留下家中这些 镶嵌着象牙的家具 似乎在安静地叙述着 这个家族的故事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 在中国持续了两千余年的皇权结束 玉瑶厂也随之沉入历史 玉瑶厂没落 周围的民谣却浮出了水面 经过数百年的生长 环绕着玉瑶厂的大量民谣 开始成为景德镇的主角 冯家是众多窑户里的一家 新中国成立后 数量众多的大小窑户围绕着玉瑶厂 至晚到1940年 冯家已发展成 拥有两千多平方米 一百多佣工 兼顾稍作两行的大窑户 1942年 中国抗日战争 进入艰苦的时期 冯茗娘的祖父 在这一年被抓了壮丁 从此耀无音讯 动乱年代 使去男人的家庭 立即濒临崩溃 祖母独自带着两个儿子 眼看家业 日渐衰落 他离世时 只留下了这一组 镶嵌象牙的柜子和暗台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改变和更新 新中国成立后 他家的作坊 与周围大量质子作坊 合并组成建国磁场 冯茗娘一家 于是成为建国磁场的工人 当年 很多人的命运 因此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 景德镇组建的十大磁场 几乎都采用这种 分区画片的方式 将大量的私人手工作坊 联合而成 这种方式 为十大磁场 奠定了强大的技术力量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景德镇老城区 几乎是由十大磁场的场区构成 如果往前推 每个磁场 其实是无数小作坊的组合 而每个作坊 都有着讲述不尽的往事 每当走出家门 冯茗娘总会习惯地抬头看看 宫中的烟囱 今天 景德镇十大磁场 遗留下大量烟囱 它们虽然 已丧失具体功能 但这些巨大的烟囱 如同欧洲高耸的教堂一般 不仅令人感到渺小 且有着定位功能 让这座城市里的老瑶宫 和他们的后代 可以随时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至于迷失方向 景德镇 这是一个环绕此有而生的城市 至晚从唐代 位于干北的这个地区 开始制造磁器 到了宋代 由于皇帝的自明和青睐 制此业的集散功能 逐步增强 将从八方来 景德镇开始形成城市体系 玉瑶厂成立 景德镇从此找到了自己的灵魂 他不再随风而动 轻移的脚步 开始停住下来 在宋代的时候 大江南北 瑶口变满 但是到了明镜以后 你除了景德镇 几乎没有一个瑶口 可以跟景德镇竞争 我想这是万耀在景德镇 重要的原因是一般 玉瑶厂设立的初衷是服务皇家 但无意中却进化成景德镇的核心 驱动这个城市不断生长 这个孤选大山中的皇家磁场 用最严谨的手段生产皇家用磁 用最强大的引力汇聚天下目光 用最不可思议的力量 摆布着城市格局的形成 最终 令景德镇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 生命力极其顽强的 但你一座工业城市 但你一座工业城市 形成强大生产体系的景德镇 即将迎来全新时代 在下一集中 您将看到中国赫赫有名的神邦 是如何在景德镇 建立起运行有效的体系 并利用商业的力量 把景德镇磁器推向全球